大家好,这里是大家的日语 接下来呢,我们看另一类来自于汉语以外的外语的词汇 首先,外来语词一般都采用片价名字 进行表记 前面我们曾经谈到过片价名词 片价名词呢,大体上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片价名表记来自于汉语以外的语言的词汇 还有一类呢,是用于表记动物或植物的名称 那这里呢,是指第一类就是以片价名表记的外来语词 首先我们看第一类 那无论是咖啡,还是巧克力,还是五一劳动节 它们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来自于外国文化 所以它们没有相应的合语词 那这一类外来语在学习时相对比较简单 我们只需要记住它的日语发音,以及相应的意思就可以 那我们再看下一类 有相应的合语词,有相应的合语词,有相应的合语词,也有相应的合语词,手紙 如果是指,如果是指用于睡眠的道具 那日语当中原来有合语词 汉字表记为床 像这样,既有合语语词,又有外来语词的情况 我们需要区分它们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那比如呢,paper一般是指卫生纸 那普通的指呢,则采用合语词,kami 同样呢,一般的信件使用合语词,tegami 但如果说到情书,则说 ラブレター 那关于ベッド和床的区别 我们看一下这样的用力 床で寝る 那床で寝る 就说明呢,这是一个日式房间 是直接睡在床上面,就是畳上面 ベッドで寝る 说明这是一个日式房间 房间里面呢,有ベッド 然后呢,睡在ベッド 那外来语的使用呢,还需要注意一些问题 特别是形容词的外来语 比如hansom 在日语当中呢,它是一个na形容词 所以在接名词的时候呢 与英语不一样,需要使用 なhansom na otoko 还有,比如hoto kool 那与hoto相应的合语词呢,是 atui 当我们说咖啡的时候呢,会说 hot coffee 但如果是说热水 则说 而不使用hot 另外比如 曲 kool 有 冷的意思 同时呢,还有 苦的意思 在日语当中呢 与冷的意思相对应的 合语词 叫做 冷的意思 所以呢 这个外来语词呢 一般呢是以酷的意思使用 比如 这是日本推行的一种文化输出 就日本的酷文化 比如 动画片 漫画 当说温度的时候 则很少使用cool 而用冷 比如 像这样 既有合语词 又有外来语词的情况 需要特别注意区分使用 那关于外来语词 就讲到这里 那从词语的来源 看日语的词汇 所有内容 在这里就结束了 学外语词 即单词呢 是一件辛苦的事情 不过呢 在我们学日语时 如果可以充分发挥 我们作为中国人的优势 再加上呢 对英语单词的了解 学习日语的单词 就不是那么困难了 那 今天就到这里 これで 終わります さようなら 再见 感谢观看